好了 大家好 又到星期三晚的沈大師講投資 經歷過一個星期的市場起起跌跌 上個星期的市場曾經炸下去 穿了一個低位 落到29,008樓下 做過最低位 穿一穿 即是29,007,009,003 然後就彈上來 兩者又抽上來30,005,008的位 是不是人都瘋了呢? 但是沒有辦法 局勢就是這樣 我之前兩集都有講過 面對著一個不明朗的政治環境 很多消息主導的市況 你要很準確掌握著每一下的波幅其實很困難 但是你又會看 雖然插插得很凶狠 夾又夾得很厲害 但是來來去去都是處於一個波幅區間上落 通常一跌下去的時候 淡友就想去穿位 但是誰知道不穿又繞上來 因為消息還未確認 你還未知道消息究竟是會進一步 offer 還是解決到 當時低偉一抽上來 好友就 殺你騰騰騰 夾死淡友 看著就看 有好消息到 只是說中美貿易戰的代表團的談判 已經又好又不好又好又不好的搞來搞去 其實情形就像我之前經常說 類似1991年 當日中英政府為政改方案而談判 談判的判定案方案 其實當時也是這樣的 開會前看他們的面色好 或者休息的時間出來 譚少豐先生就說有好消息 然後一出來 開完會沒有事情談到 又反台 市場就是這樣 拼來拼去 如果你抓不定你的方向 或者不夠靈活的話 隨時左一巴右一巴 所以這些環境是沒得急的 一定是攤定來等 越急就越亂 這次的情況比較特別 除了這個因素 在貿易戰上要談判之外 其實很多還有其他基本面的因素 一路一路在變 可以這麼說 是一路一路在變壞 所以來說 反而你會看到這個波幅雖然出現了 但是還是反覆來說 上面升的力不夠 下面破位的壓力就越來越重 不要只聽傳媒說 這兩天彈了幾多八點 昨天升四百點 今天升幾多八點 應該去到什麼位置 其實你看一幅圖 待會有機會再看大圖的時間 你會知道 基本上就是拼來拼去的 今天已經是去到五月第二個星期 我們的沈大師港投資 在D100裡面 每一季就是一個收費的節目 乘機又買一買廣告 其實每一集開始的時間大家都看到 每一季是十三集 季度的收費是四百五十元 如果大家要申請 因為接下來下一季的招募就開始來了 你可以上D100多元去訂購 就應該明天開始訂購 另外就說 在上環地鐵站E2出口前的商鋪 也可以在那裡申請訂購 訂購之後 有時候聽不到直播都可以網上重溫 今季的季度 仍然也是 一個小時就是審大師港投資 三個字的時間就是做大師投資教室 跟大家繼續探討著一些投資的基本知識 一些你們以往忽略了的認知或者分析方法 留意著 我這個節目有別於我在電視台做的 因為我背後有一個宗旨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因為時間可以控制 達到受之以餘 不如受之以餘的效果 這個目的裏面 我們看下一張slide 不是就這樣講大事 不是就這樣給Number 我希望 當然 始終你這些財經節目 你不給Number方向 或者教大家的策略 大家覺得好像是欠缺了一些 但是在比的過程中 我不想大家好像看馬經、看波經一樣 純粹說 我覺得要Send 然後你買什麼Number 你就去買 我不想大家只是這樣 因為這樣是很危險 我也會有錯 但是你不懂自己去判斷和分析 去拿盤的話 你會是錯了都不知道什麼事 我看外面有很多賣貼士 賣每天星星跌跌 那是 可能它有秘密的渠道 知道了大戶的動作 來賣貼士給你 但是在以往我的經驗都覺得 通常大戶會用一班人做這邊 另一班人做相反 它不會讓某一邊全贏 所以到了差不多 另一邊會贏回這一邊 所以你就要看自己的運氣 可能這邊中原服 又這邊中服 也不頂 我希望 受之以餘 不如受之以餘 我教你們分析 教你們判斷 教你們去看市 操盤 好過就這樣給你方向 叫你跟著去做 這樣你是學不到東西 也進步不了 有之一日 如果只是順方向 萬一錯的時間 你是不懂得救自己 起碼現在你會知道 怎樣調節你的注碼 因為我對著不同的人 我怎知道你可以用多少資金 博得多大 我又不知道你捱得到多少 有些環境是捱 有些環境是不捱的 每個局都不同 唯有讓你知道大方向大氣候 所以我希望透過在節目中 灌輸多些分析的邏輯 和正確的思維 以宏觀的分析 看看外圍 看看美金 這一潮擺明是美金有事的 美金上而帶動的市場 危機出現 利用宏觀的分析 掌握環球的局勢 或者利用財務分析 微觀一些 來分析市場的誤導的地方 到今時今日還有很多人說 中央在線已經跌了這麼多 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根本不值現在這個價 還要低一點 那麼它跌下來很應該 但不是 每個人都說它是另一隻騰訊 將來是騰訊 幾分大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你信不信 你判不判斷到 但是如果使用業務模式 這個business model 用它現在的盈利狀況 將來我不知道 將來或者它值一千元 但是我知道這一刻 它連五十元都不值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還說九十元去買 七十元去買 八十元去買 五十元都不值 我為什麼用九十元去買 這些我可以幫到大家去做判斷 就是教你們 透過財務的分析 微觀一點的分析 來看公司的價值 當然這個要慢慢慢慢去教大家 你看回頭 為什麼我真的這麼狠 每一隻都說不行就不行 就算你肯定抽上去 是不行的都始終要不行 要跌的始終要跌 騰訊始終不值四百元 就不值四百元 要跌下來三百多 就是三百多 平保怎麼都不值九十幾元 紅底 它頂著現在 未爆壞東西 都是值六十五元 如果爆壞東西 下回三四十元都可以 當然了 只是看看壞東西爆不爆 有時候未必一定會爆出來 蓋得到的就不用爆 那你就知道了 什麼都可能 所以現在的局勢 其實我只可以這樣說 表面沉悶 反反覆覆 缺乏方向 但是實際上 背後仍然都是山雨綠欲來 是準備一個大浪的開始 我們怎樣拆現在的局勢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幾樣東西 我們看下一張 後市我們要拆了局 知道的方向 我們才可以逐步逐步的策略 為什麼呢 我做的方法很簡單 我不喜歡今天升 然後明天就沽回頭 後天又會升 有些人就說 既然你看它會反彈 為什麼你不拿一注呢 為什麼你要看淡呢 你記住 然後投資市場呢 最容易收的那些厲害 就是自命看著圖 掌握著高低位 上面沽下面買 發來發去就兩邊吃 就好過你坐在那裡 其實你這樣做法 高又沽低又掌握 做淡又做好 很容易會迷失了方向 還有最後一不順的話 手勢不順的話 就左一巴一巴一巴 所以我通常傾向於 例如我看大方向跌的話 他夾一口 我寧願不拿貨 淡倉避一避 拿著現金等 高位 見到勢回來 開始有沽的 我就做淡倉沽下去 到技術位 支持位 吃一吃糊 又等他蛋糕再沽 我不會說 見這個位置有支持 平淡倉 反手渣 反來反去的那些 見過不少 死的多過生的 不要以為自己真的這麼厲害 當然 如果他是經紀的 他教你的 手勾順你就相信 但是其實最好的 這樣做法的收穫是 多點勇 所以你自己要留意 其實現在五大點影響到港股 或者環球的局勢 第一就是中美貿易戰 第二就是美元爆升 第三就是全球貨幣開始收緊 這個就是一直在貨幣政策的主導情況 還有就是中國的金融危機 越來越呼之欲出 還有港元走資 股市樓市香港 危在單值 後面那兩部分 就是中國金融危機 以及港股、港樓 那方面 因為裡面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消息 那我就留下第二部分 就是要收錢的部分 給支持者和網友聽 都是我聽回來的一些傳聞 但是當然了 我聽回來的不是亂聽了我就說的 都有一些可信性的 不過就是你自己的參考 現在第二部分跟大家說 現在中美貿易戰的局很難拆 我不是好像外面看得這麼樂觀 最終都是口水戰 或者最終一定解決 一定可以談 因為大前提 我覺得他們最錯的一個假設 就是兩者都是為了最終為了整體利益 為了經濟 始終會埋爛坐下 達成協議 令股市經濟都進入一個好的境 這個假設是絕對絕對絕對錯 我經常都說 在政治的層面 不一定要將事情搞到好結果才是他的目標 有時候 推倒從來還是一個好的結果 而特朗普考慮的因素 不是美國經濟將來會不會 美國貿易逆差有沒有改善 這個一定不是 也不是說 怕不怕股市升與跌 他的目標只是一樣 年宵帶打 得其所在 得什麼呢 第一 民意基礎他已經很厲害了 中期選舉這個目的達到的 但是他不可以退 因為一退 他現在鋪下的總子 拿到的民意會一下子沒有了 就是說 又是像奧巴馬一樣 又是放過中國 所以他只會越做越狠 步步進逼 直到達到一個很絕對不公平的條約 絕對是對美國有利對中國不利的一個條約 因為他希望做到一件事 防範中國的威脅 好了 站在習近平的情況 同樣地一樣 他要面對著內部的勢力 過去這幾年的任期 他打貪打得這麼狠 他敵對的派系 完全來打 一定在等機會翻秋 如果這次和美國談判 是屈袖 讓步 他的地位就會動搖 所以一定不會就犯 而以他們第一次去中國談的那些條件 我可以這樣說 你叫我拿一個形容詞來形容 美國提出的條件 是喪權辱國 絕對是喪權辱國 因為 中國現在有很多的雲圖大計 但是如果你一接受的話 完全無條件接受的話 是 可能救得回中興 可能救得回華為 可能在關稅那裡 又不需要去到這麼近 但是你已經沒有前途 沒有希望 所以一定不會的 我們看看貿易戰背後的動機 很明顯的了 呼之欲出 貿易亦差 絕對不是問題 這個不是發動貿易戰的重點 大家的疫差幾千億 中國去買多些東西 已經搞定了 又買債 都買這麼多了 買多些東西有什麼用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動機 不是動機的話 就不用想 不用理 大家會為了 因為要貿易經濟好 而大家讓步坐下 談平心正氣 然後達成協議 不會 因為這個不是目的 不需要理會 重點在於什麼呢 美國要防範中國的威脅 這次真的是來真的 中國的國力 中國的經濟狀況 已經直接威脅到美國 而裏面兩大重點 三大重點 中國現在的GDP 是11萬億美金 美國的GDP是18萬億美金 差不多大約60%左右 之前 我告訴你 五六年前 中國是美國的GDP 只是兩三成而已 現在它的消費力 人口 影響力 是大到令美國害怕的 只要將它的消費力 推去 或者投資資金 推去某個國家 那個國家就會被收買 雖然收買不可以長遠 不是真兄弟 但是起碼買到那個時間 所以美國是害怕這件事 第二 因為內地出人民幣的商品期貨 變相慢慢邁向一步 就是將商品能源 用人民幣交收結算 這個就很糟 因為這個正正就是美國的死亡 美金為什麼有人相信 美債為什麼有人相信 為什麼全世界的貨幣都要兌兌 因為美金就是全球唯一一種 所有商品能源的結算貨幣 你買油 它是說70元美金一桶 你買黃金是1300元美金一盎司 你買銅鐵鋁多少錢美金一噸 全部人都要用美金 所以過去幾十年美國已經做了一件事 就是亂引銀子 甚至乎沒有金本位 沒有東西back up都不斷印 印慣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有美金的需求 所以我一定要印給你們 做交易做買賣 大條道理就是 做個假大空 如果人民幣可以作為石油交易 那對美金的需求就減少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 整個局特朗普真是聰明的 你先針對中國的關稅 然後就制裁俄女 俄國商人 凍結她的資產 昨天就退出伊朗核協議 而這個協議 玩黎沙 之前奧巴馬簽約的 和平處理 大家一人一步 是一個和解的安排 你現在就退 你想一下 她的中美貿易戰 是不是真的想和解呢 她退這個作用 你看清楚 一戰三調 她現在的鋪排是影響到哪個國家 中國 俄羅斯 伊朗 在這麼混的時間 這麼混期 伊朗的油 很多時候美國就懷疑 誰拿不到證據 就是暗地裏地下渠道賣給中國 俄羅斯和中國 一向在天然氣各方面都有交易 好了 這三個一起對付 其實就是針對什麼呢 因為 肯用人民幣 收人民幣 賣石油的國家是伊朗 收人民幣 賣天然氣的國家是俄羅斯 一旦打了三個 是否整個佈局在這裏 已經是 對著你這個威脅 所以 一這樣做 現在對中國的經濟 衝擊是大 接著影響到 將人民幣變為 商品交易貨幣這個步伐 還有一種踩到美國人的條根 就是 他的5G 中國全力發展5G技術 以中興為首 好了 現在去到一個階段 竟然是跑快過美國的電訊公司 如果被中國放到位 成為第一代的5G制式 那往後就很糟 對美國來說 因為 他打進亞洲區市場 以及全球手機最大的市場 是中國 只要他打進歐洲市場 霸了全世界大部分的消費 買家的購買力 那5G就是中國主導 那時候 現在你說中興和華為 有間諜的技術 很老實說 將來做間諜的那個 就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因為那個系統不是他 將來就會是中國 所以你說 對於特朗普 對於美國來說 怕不怕 怕就一定動你 動你 就要拖慢你的經濟 不讓你興建 因為你的經濟越來越強 拖慢你所有的發展計劃 所以中國有一個2025的計劃 在新經濟科技領域要發展 這個發展裡面 中國一向都是計劃式經濟 是會用國庫來支持這些企業 補貼這些企業 那你竟然在那個談判 我們說的是貿易易差的談判 說的是出口入口的數量不平衡 這個談判 你竟然是要中國 不可以資助2025概念計劃的一些企業 那你現在叫我們證券行不要跟別人買賣 買賣蛾女其實沒有分別 為什麼我上個禮拜這麼生氣 大哥 雖然我登記了哪些是美國公民的客人 但是我們系統是不可能這麼簡單 細微的去控制著每一個客人 設定他買得這隻買 不買得那隻的 那你便是人手盲 一盲漏了又糟糕 你跟行家談過 他們大部分都是做一個動作 直接不給買 最好不用負責 那你根本就控制著那隻股票 不能給你買賣 那這些就是美國人最惡的地方 連成一線跟著就杯葛你 然後你就要就範 我都沒有辦法 都要向惡勢力屈服 我們都停止了蛾女在我們證券行買盤 只可以沽貨不可以買 那你說 當他設立這些關卡 限制制裁中國之後 那中國的增長 經濟增長的步伐 是不是就是慢了呢 那現在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所以不要看得那麼簡單 你的分析就是 大家為了經濟貿易的利益 為了要雙贏 為了股市不要倒閉 這樣就不會反抬 老實說 這次我不覺得樂觀 他們兩個代表團的談 特別是美國第一次去中國 是沒有吃飯的 這次中國去美國 你猜有沒有飯吃呢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隨時 過完這兩次之後 就反抬了 那你說市好得去哪裡呢 中國貿易戰是重點 拆局 第二個重點就是 美金 美元回歸 萬劍歸宗 美元回歸美國 我們看看這幅圖 美匯指數 這幅圖 我由第一季 第一集的節目開始 間歇性都拿出來給你看 你跟進 這次就拿月線圖 因為我們看雲觀一點 之前我給你們看日線圖 就是跟進整個過程 讓你們了解 美金如何一步一步進入 破頂 行星浪的階段 其實美匯 去年也不應該跌那麼多 你看去年 我寫著2017年推低美元 那個紅色的框框 去下面畫了一個 一段的幅度 前面那段就是2017年1月 美匯指數到1803的位 開始跌到2017年12月 跌到80.4 OK 在2017年 全世界說美金要升 唯獨我說美金要跌 在2018年 全世界說美國行弱美元政策 我說特朗普在行弱美元政策 事實也證明了 美匯萬劍歸宗 怎樣影響到美國股市 或者全球股市 特別是新興市場 阿根廷 土耳其 都準備塌 加上中國的金融體系 那個爆煲 加上香港的股市樓市 爆煲的因素 我們放在第二部分 來講 我們現在先聽首歌 用來比喻現在的市況 抽來又抽去 抽來抽去 抽風交融掉眼淚 何時才跟你可從醉